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也效仿美军的做法 一开始就用大量的导弹来攻击重要的防空系统和军用设施 根据美军观察 俄罗斯在开战的第一天共发射了160多枚导弹 大部分是伊斯坎德尔M弹道导弹 还有海基的口径系列巡航导弹 俄军在2月25号第二天发射了100枚各式导弹 在26号第三天发射了70枚导弹 前三天一共打了大约330枚导弹 以后的单日导弹发射数量逐渐减少 俄罗斯发射了这么多导弹 按理应该能够摧毁乌克兰的关键军事设施 例如防空雷达 通信指挥中心 机场等等 但实际效果来看并不太理想 乌克兰军队仍然不断击落俄军的喷气式战斗机 这表明乌克兰的防空系统并未完全瘫痪 乌克兰空军也在运作 经过20天截至3月14号 美国国防部的高级官员认为 俄军已经发射超过900枚的各式导弹 包括伊斯坎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 伊斯坎德尔K巡航导弹 KH-101空射巡航导弹 以及KH-31P空射反辐射导弹等等 14号俄军还发射8枚导弹 攻击了位于乌克兰与波兰边境的 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 造成了35人死亡 134人受伤 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盘点一下 俄军这次所使用的几种导弹 伊斯坎德尔M导弹是俄军目前 唯一的短程弹道导弹 2005年开始装备 2018年初的报道称 俄军已经有120个伊斯坎德尔导弹营 部署在对北约方向 俄罗斯的编号是9K720 北约代号是SS26岩石 伊斯坎德尔M使用单机固体燃料火箭 弹体长7.2米 直径92厘米 起飞重量3.8吨 有效载荷480到700公斤 最高时速可以达到5.9马赫 出口的E型射程只有280公里 俄军使用的M型射程有500公里左右 命中精度大约5米左右 联合使用地图匹配和惯性卫星制导 伊斯坎德尔M在2008年俄罗斯格鲁吉亚战争中首次被使用 伊斯坎德尔M的弹头重量不大 比巡航导弹还要小 根据情况可以选装不同的弹头 包括急速植母弹 或者是高爆弹 钻地弹 电磁脉冲弹 空气燃烧弹等等 伊斯坎德尔M弹体大量使用服务材料 降低了导弹的雷达反射截面积 增加了雷达的探测难度 而且为了防止被拦截 导弹在飞行过程中多次做偏离发射平面的机动 而且这种机动在发射区和目标区上空更加剧烈 机动时导弹承受的过载高达20到30个G 这么高的过载目前还难以拦截 据说伊斯坎德尔M不需要侦察卫星或者是空中侦察 它可以从目标实际照片 以及战地侦察兵那里接收目标指令 然后启动发射装置 发射第一枚导弹 相隔不到一分钟再发射第二枚 战斗中只需要三人就可以在四分钟完成发射 伊斯坎德尔M导弹旅下辖三个导弹营 每个营有三个发射连 一个发射连边有三辆导弹发射车 每个发射车装两枚导弹 这样导弹旅它具有27辆导弹发射车 包括备用弹 一共配备大约100枚导弹 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主要是由军区集中掌握使用的 参加由军区组织的密集火力突袭 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俄军也大量发射了伊斯坎德尔M导弹 此外 美国情报官员还向媒体透露 俄军还发射了诱饵装置来欺骗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这种特别设计的诱饵设施 被认为是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M发射器发射的 据信在以前的冲突中从来没有使用过 这些装置每个长约一英尺 形状像飞镖 呈白色 带有一个橙色的尾翼 当感觉到导弹成为防空系统的目标时 俄罗斯部署在边境上的伊斯坎德尔M导弹发射车 就会发射这些诱饵弹 使用诱饵弹的目的是为了迷惑乌军的防空系统 但也暗示俄军没有取得绝对的制空权 乌克兰还有一定的防空甚至反导能力 而且西方情报部门一定会收集和研究这些诱饵弹 升级北约防空和反导系统 这样伊斯坎德尔M的欺骗手段未来可能会失效 除了短程战斗导弹 俄罗斯也开发了中程的巡航导弹 以前因为受中导条约的限制 美国和俄罗斯都不能开发陆级的中程导弹 只能装备海基和空射的巡航导弹 但是俄国还是研发了短程的陆级巡航导弹 就是伊斯坎德尔K 2014年9月 俄罗斯东部军区举行了东方2014战略演习 在这次军演中 伊斯坎德尔K陆极巡航导弹首次亮相 在俄罗斯军事介入叙利亚时 伊斯坎德尔K首次参加实战 但发射的数量非常少 目的主要是在实战环境下检验导弹的性能 在这次俄乌战争中 俄军则大量使用了这种巡航导弹 伊斯坎德尔K的定位与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相似 但因为中导条约的限制射程不超过500公里 为了降低研发成本 加快研制速度 伊斯坎德尔K是以海军的口径巡航导弹为基础研制的 伊斯坎德尔K从1996年开始研发 但由于缺发经费 进展速度非常缓慢 在2007年才进行首飞 之后又组织了多次试射 2009年才定型 伊斯坎德尔K使用的导弹有两种型号 9M728和9M729 9M729导弹是9M728导弹的现代化升级版 据称增加了弹头的重量 和改进了制导系统 命中精度更高 俄国军方表示 导弹射程减少了10公里 是480公里 9M728导弹采用符合制导方式 综合了惯性制导 地形匹配和卫星制导 还有末端景象匹配制导等技术 导弹发射后 在惯性制导和卫星制导下飞向目标 导弹在高度表控制下做地形跟踪飞行 避免撞上山丘 并性精度在10米以内具备较强的精确打击能力 9M728导弹头部采用卵型弹头 圆柱形弹体 一字形中弹翼 可以折叠起来放进发射筒 尾部是短的倒截圆锥体 最后配备了十字形尾翼 后面串联一个固体火箭助推器 和大多数亚银素巡航导弹一样 伊斯坎德尔K导弹采用的是平面式气动布局 这种气动布局的特点是导弹只有一对弹翼 对称的配置在弹身的两侧同一平面内 这种布局的优点是斩旋比大 诱导阻力小 有利于提高导弹的升族比 使导弹获得较大的射程 因为研制的时候受中导条约的限制 伊斯坎德尔K的射程不到500公里 但随着中导条约的失效 理论上陆基巡航导弹的射程可以不受限制 因为海基的口径巡航导弹的射程超过1500公里 未来陆基的伊斯坎德尔K 也应该可以发展出射程超过1500公里的型号 伊斯坎德尔K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 就是可以和伊斯坎德尔M战术弹道导弹共用发射车 而且同一辆发射车可以混装这两种导弹 每辆发射车可以发射两枚导弹 在冷战时期 美国已经研发了战斧式巡航导弹 而前苏联也决定研发一种能够与之抗衡的巡航导弹 就是后来的1610系列 然后俄罗斯又在1610导弹的基础上 发展出了口径系列巡航导弹 包括3M54系列反舰导弹 3M14系列对地攻击导弹和912系列反潜导弹 3M54反舰导弹研发最早 1985年开始研发 2000年服役 3M14对地攻击导弹在1999年对外公布 2015年才开始服役 口径系列的出口型号被称为俱乐部 射程被限制在300公里以内 与1610导弹相比 口径导弹采用了轻型材料 换装了全新的小型沃山发动机 又加装了新型的V型制导组件 提高了打击精度 口径导弹的制导系统包括了观性制导 地形匹配和V型制导 还有末端景象匹配制导等技术 3M14口径导弹 北约代号是SSN-30A 弹体长6.2米 弹头使用了450公斤的常规战斗部 射程从1500公里到2500公里 最新的口径M射程更提高到4500公里 口径导弹是俄罗斯海军 目前最重要的对地攻击武器之一 可以从排水量小于1000吨的导弹艇上发射 也可以从潜艇上发射 2015年俄罗斯离海舰队的几艘 21-631型小型导弹艇 发射了数枚3M14巡航导弹 袭击了叙利亚境内的反政府军目标 3M54反舰导弹 北约代号是SSN-27 3M54采用高亚音速巡航 在最后冲置阶段可以超过音速 它的体型比3M14要大 长8.22米 全重近两吨 不同型号的射程有很大差异 从220到4000公里 俄军的纳西莫夫海军上舰号巡航舰 在2022年已经完成了升级改装工作 安装了10个垂直发射系统 共有80个发射管 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和告示高超音速导弹 攻击海上和陆地目标 彼得大地号巡航舰也将做类似的升级改装 俄国的空射巡航导弹的比翼组是KH-55 由彩虹设计局研制 从1981年开始服役 然后在此技术上又发展出了KH-101和KH-555 1995年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KH-55 然后仿制出非常类似的常见10巡航导弹 KH-101采用了雷达隐身设计 具有新设计的外形 使用了雷达吸波涂层和吸波材料 大幅减少了雷达反射截面 据说反射截面只有KH-555的十四分之一 而KH-555则是利用KH-101的技术 对KH-555的改造升级版本 保持了KH-555的传统外形结构 除了延寿还提升了射程和攻击精确度 KH-555作为过渡型号 最终会被KH-101所取代 KH-555也有很多衍生型号 尺寸和射程都有所不同 KH-101弹体长7.45米 发射重量2.4吨 战斗部超过360公斤 射程超过2500公里 可以携带核弹头和常规弹头 KH-101和KH-555 可以与发射平台通过数据链沟通 巡航导弹可以随时由地面或机组人员 输入目标参数进行发射 这大大增强了巡航导弹的快速反应能力 这些措施也改善了打击精度 因为这些导弹的体积和重量都很大 只能由大型战机来投射 包括图95MS图160M战略轰炸机 以及苏34战斗轰炸机 KH-555和KH-101都在2015年10月首次用于实战 用来攻击叙利亚伊斯兰国的目标 总体来看俄国有比较完整的中程导弹家族 可以从陆地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发射 不过缺点就是体积和重量都比较大 而且实战成绩有限 从这次在乌克兰的战绩来看 这些导弹的命中精度还比较差 导致打击效果有限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大家来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的话 请点赞订阅和转发吧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